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星期二我们在谈的时候 就是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就是我们证明了这个Taylor Expansion定理 那就是我的F呢 如果有N在一个开区间上面 它有一个N加一阶的导数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会固定一个I里面的点 那其他的点呢 我就是利用 事实上你看到呢 是利用什么呢 是固定这个点X0点 那个函数的资料 什么资料 它的函数值 它的尾分 它的一阶尾分 二阶尾分 三阶尾分 一直到N加一阶尾分 去将其他的点的值 写出来 那某一个意义底下好像就是说 你这个点的资料 决定了附近点的资料 是这样子看的 那但是呢 也没有那么确定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活的一个参数在里边 你的C呢 你的这个最后那个像呢 我们有一个代定的C 这个C我们不确定的 那使得 有一个余像 我们这个叫做余像 事实上这个余像有名堂的 叫做所谓的 Lagrange Remainder Term Lagrange Remainder Term 那 这个余像呢 凑起来呢 就是一个N加一阶的多项式 那 但是有一个代定的数 而这个数呢 每一个X呢 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都有 事实上应该是不一样的 应该一般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的 我们的Taylor Series就出来了 那 就如果 我的 这个 Remainder Term 它是去上0 当N去上无穷的时候 则 我就有 这个Fx呢 就会是等于 那 我这里可以写的更清楚的 是这个样子 0N Fk X0 这个是N去上无穷 是说 我右边 我将这个N拉向无穷的话呢 那这个Remainder Term 去上0 那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Limit 是这样 那 那这个Limit of这个Series呢 我们当然是可以写成是0无穷的Series 我的K 这个我们就叫做Taylor Series 好 我们就叫做Taylor Series 那 例如 我们的 Logarithm 1加X 好 那 我们呢 是可以将它写成是Xk A 这个是我们 星期二最后的一个例子 是0到X 然后呢 -1的N方 T的N方 我们呢 在 在这个Logarithm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呢 用这个Lagrange Remain的Term呢 不见得是很有效 我们要去做这个相关的Taylor Series的时候呢 不见得很有效 那 所以我们利用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方式 去将这个余向呢 去弄出来 那 然后我们最后呢 就是说这个余向呢 是趋向0 当 我的X呢 是 在哪里啊 在-11 是这样子 那 这个余向呢 就可以证明呢 它是趋向0 那 星期二的时候呢 就是说 这个要证它去想 你还要分两部分来做的 X大于等于0 跟X小于0 是两个部分的 那 我当然可以再做一遍 就是 X小于0的时候 我可以再讲一遍 X小于0 大于-1的时候 然后 在这个状况 在这个状况 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应该这样子说 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拿绝对值 是什么东西 可以这样子看的 就是X到0 TN 1加T DT 这个X是负数来的 这样子 我的积分 这个当然也有一个-T 这个东西才是正的 1加T 相当于是1加一个负的东西 可是呢 因为X大于-1的 所以呢 它还是一个正数 然后这边呢 是-T的N方 所以 然后从一个小于0的点 去到一个0的点的积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正数 那 重要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 无论T是在 现在呢 我的T呢 我的T呢 是在0跟X之间 T是在这个范围以内 所以 我的1加T呢 是比1加X要来的大 然后 在分母里边 它是比1加X来的小 那星期二的时候呢 下课呢 有同学来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这个1加T呢 是比1加X分之1 来的小 好 那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 用这个不等号 而 这个积分 是可以 是可以拿出来的 好 因为它跟这个T完全没有关系了 当我做了这个不等号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将它提出来 好 剩下来的是什么 是等于 这个 1加X我写上来 那然后呢 就叫积分啊 就是一个-1的N方 然后呢 是T的N加1方 除以这个N加1 好 从X到0 那 这些 都拿 可以拿正数 那就是 简化了以后呢 你会得出这样子一个东西 那 X-1到0的 那这个是个正数 然后呢 取一个N加1次方 是这样子 好 所以是固定了X以后 我将N 越来越大 所以呢 拉向无穷呢 这个东西就去上0 这个东西就去上0 当N去上无穷的时候 好 所以那个部分呢 我们是这样子证明的 而重要的一步呢 是在这里 我这个 我要积分 我不会积 所以呢 我先做一个估计 给它简化了以后呢 我就会积 是这样子 好 无论如何呢 在 无论是X大于等于0 或者是X小于0 这个东西都是去上0 那我就有呢 就是说 for all X 在这个 -1到1 这样子一个B区间呢 我就有呢 就是这个log 1加X 就会是等于 一个漏洞 这个是-1的 K加1次方 好 我漏写了 1到N 然后-1的 K加1次方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就是它是等于 X减掉X平方除以2 这个蛮好记的 X三方除以3 减掉X四方除以4 一直下去 而是从1到5 从1到5 从1到5 在这个范围以内 在这个范围以内 那 这个东西就 就会成 那特别呢 当X等于1 当X等于1的时候呢 那这个1加1就是log2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 我带这个 带这个1进去呢 是等于这个东西 是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交错级数 大家在去年学这个维基分的时候呢 应该有学过这个东西 那 但是 我们 那个时候呢 只能说明 诶 这个是一个 收敛的 级数 你收敛到哪里 不知道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确定的告诉大家 收敛它的值就是log2 这些级数的收敛呢 收敛到哪里呢 一般都很 比较 没有一个一般的办法去做的 是比较麻烦的 那所以 我们只能判断它 是不是收敛还是不收敛 那我们就 在这里呢 我就有一个 这样子的 一个 级数的一个结果 利用这个Taylor Series呢 有一个级数的结果 书上呢 还做了一个 还做了一个 在书上的 是214页 就是 我要说一个 我 没时间去证明了 去说明这个事情 但是它有证了 就是 我们说了 负1到1 是 这个范围是行的 然后呢 这边是开 这边是闭 那这边也不能闭 为什么 因为 你负1带进去的时候呢 你如果x等于负1的话呢 这个是log0 是爆掉的 是没有定义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负1是一个 是一个限制 我大概不能超越负1 但是正方向是怎么样子呢 会不会一加这一点点的时候 这个Series也会收敛呢 我们没有证明 那书上呢 大概214页呢 就有一段文字 就是一些推导了 就是 这个是 它证明了什么 如果 对于所有的 大于1的数字来说 我这个remain的term 都不会是超过0 都不会是趋向0 好 我这个remain的term 都不会趋向0 换句话说 就是相关的 我事实上应该要讲 它是Maclaurin Series 好 好 that's not convergent it's not convergent 好 它不会收敛到 那个Ln的 1加x 好 那 这个就是我们的Maclaurin Maclaurin Series 好 我想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Maclaurin Series 好 所以 我们在收敛呢 也要顾全 x在哪里 它可能有一个范围 它会收敛 它对照的 这个Taylor Series 或者是Maclaurin Series 会收敛 不见得是所有的x呢 都会是 都会有这个收敛的那个结果 好 那 这个就是所谓的 Interval of Convergence 收敛区间 那这个我们 在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呢 会讨论的 那第二个Fact 这个Fact呢 我们没时间去证 但是呢 但是它还是重要的 就是叫做 Cosier Remainder Formula 这个就是相对于我们的 刚才的Lagrange Remainder Term 是这个余项啊 不止一个写法 在书上的216页 它就写了另外一个Cosier Remainder Term 是怎么样 是利用积分来写的 是一个看起来是比那个还要反一点点的东西 但是它就没有这个C了 它是怎么样说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积分 积分是从X0到X 然后呢 我是 我是将N加一次这个维分 对于T来说 乘以一个X-T的N字方 将这个T呢 从X0积到X 所以呢 这个X可以是小于X0 也可以是大于X0 是这样 那再除以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呢 用这个积分的形式的话呢 我们的C呢 是就不需要写出来的 就不需要写这个C出来 完全就是一个积分的形式 那当然 这两个形式是 这里呢 还有一个条件的 我们的条件呢 是F是 有N加一次导数 那这里呢 是F呢 N加一次呢 当然你看到就是说 它涉及一个积分 所以呢 那个条件呢 是要求多一点点 是Integrable 是Integrable 这个叫做Caussi Remainer Term 这个 有它的用处的 那当然 这两个项呢 在某一些条件底下 是等价的 怎么说呢 大家还记得 我们谈过这个 Mean Value Theorem For Integrous Mean Value Theorem for Integrous 在那个时候呢 那那个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的N的F加1 要是连续 如果它是连续的话呢 我这个等号 这个右边这个项呢 就会相等于下面的东西 就是F的N加1 我就可以将这个C呢 提出来 好 N阶乘 剩下来的就是一个 X-T的N次积分 X0到X 那这个积分 当然不难 那我的X T是变数 这个是一个常数 所以是 就光这个项 我就说它是等于 负的X-T的N加1次 除以N加1次 去X0到X 你带X进去 这个是0 你带X0进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X-X0的N加1次 除以N加1 那跟这个N阶层合并起来 就是N加1次阶层 那就跟我们的Lagrange Reminist Term 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 从 如果它连续的话呢 这两个是一样的 但是 如果它不是连续的话呢 那就 就不见得一样 那这个Caussure Remini Term 有它的意义的 怎么说 这个是我下一个Fact 我可以利用它 这个是第三个Fact 来说明 以下的 一个Maclaurin Series的一个 收敛的结果 就是 我们考量的是 我们考量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叫Binomial Series 这个是 是牛顿发现的 牛顿的年代已经发现了 是 我们 如果它是一个 比如说三方 我们就有一个 1加X的三方 我们二相式定理 就可以给它展开 但是如果你的Beta是 二分之一 你的指数是二分之一 指数是二分之五 甚至说指数是π 那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将它 写成一个Series 在某一个范围以内 那 不管是正还是负 Fix 这个东西 只要我的X呢 是在负一 一之间 我就可以在零的点 将它展开 那那个展开是呢 是这样子 那这个AN是什么 这个AN 是 我可以写成是 等于 Beta Beta-1 一直到Beta-N加1 除以这个是N阶层 我们有一个符号的 就是 这个相当于就是 我们 好像Beta 从Beta格 选N格 一样的东西 那 所以它的第一项是什么呢 A0 你可以说是定义来的 A0定义就是等于1 那 这个是N大于1的 那就N等于0的时候呢 A0呢 就等于1 好不好 好 那 A1呢 就是这里取一个 这里取一个 基本上是这样 那就是 就是Beta 那A2呢 是什么 是Beta-1 除以2 你看这个 这个跟我们的 以前的 那个在中学里面学的 你N个 K个选N个 K个选一个 是一样的 K个选两个 就是K 乘以K-1 除以2 X平方 那 我这个 就一直 加上去 这个叫binomial series 那如果我的Beta 是一个正整数的话呢 那就 你某一个项以后呢 我的Beta是 比如说10 那 当我的N等于11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0了 那就 就没了 后面的项呢 都是0 那有限的地方断掉 就跟我们的二相式定理所展现出来的实质呢 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个binomial series呢 是 它是 是牛顿发现的 然后呢 它是 涵盖着我们的二相式定理 Binomial就是二相式 二相式定理就是binomial theorem 而且呢 我的Beta可以是负的 而负的意思是 事实上就是在分母了 Beta可以是负二分之一 任何的Beta都对 但是我的展开呢 有一个范围 二相式定理呢 对任何X都对的 但是呢 我现在这个展开呢 无从这样的展开呢 就是 它收敛呢 是 是 负一到一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这个呢 我们没时间去 去讲 这个书上也是有讨论的 那 它就是需要用到这个Causal Remain Term 去也是做一些估计 然后说明就是说 RNX呢 是趋向0 我们就 就完了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等号的结果 所以 我们有三个Fact 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要举一个例子 它 这个Taylor Series呢 这个 X0的资料呢 是全知道的 全都可以找得出来 可是呢 出来 后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核是 也收敛 可是却不收敛于Fx 是 是这样子一个例子 我先给一个 definition 我们叫做所谓的 real analytic 我又写一遍 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呢 你就将那些 这个式子叫做E 你这个E 那这个就是E成立 for all x 在这个 x0 -r x0 加r 这个区间里边 有一个区间 它呢 它呢 这个Taylor Series呢 会收敛的 这个区间呢 是以x0为中心 会收敛的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就叫做real analytic 那 我们当然 知道 e x sine x cos x 跟 这个ln的 1加x 这四个是 最基本的 real analytic的函数 那当然呢 你从这个e x呢 你可以衍生出来 以来是1的2x 1的x平方 之类之类的东西 那我就 就将这个x呢 带进去相关的 Taylor Series 就OK了 这个我们知道 比如说 1x等于 那个 summation的 x k 除以k階乘 这个是很好记的 那 比如说你1x平方 也是real analytic 为什么 因为它是 我将 这个是固定一个x 这个就收敛 现在这个x呢 我写是x平方 就是一个新的数 那我这样 再带进去的话呢 是等于x的2k之方 除以k 0到5重 这个是会收敛 但是 这个是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series 也是一个多项师的一个 一个limit 那在后面我们有一个定理的 就是说 这些series呢 这个表达师呢 事实上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说 对 后面我们还有一个定理 是没错 这些表达师呢 你写成一个series的话呢 只有一个 它的系数呢 一定就是等于 这个函数的 微分项 相对的 微分项 除以k阶层 那 所以 我就知道 就是说 这个一定要相等 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 我再说一遍 我抽到这个东西的话 因为这个series的唯一性 它的系数呢 一定要等于 这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就是它的maclaurin series 这样子说 我不需要仔细去验证的 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这里呢 我们后面呢 会 会 会给大家 一个 确实的一个 我们在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呢 就会 就会给大家确实的 验证 就是说 这个确实就是 就是一个maclaurin series maclaurin series 是这样子 当然这个等号 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等号就是一定对的 那 接下来呢 我就要讲 就是说 real analytic obviously呢 F是real analytic on x-link at x-link at x-link 就会 imply F 就是 infinitely differentiable infinitely differentiable at x-link 不是吗 这个 这个很明显嘛 因为 因为我这个像 走出来 我如果没有 有一个k字导书 写不出来的话 我这个series 根本就是 就是不能 不能表达出来嘛 更不要讲什么等号 所以 一定是 一定是对的 那 因此呢 很明显就是说 我们就是有一些 没有taylor series的东西 那 譬如说 你不能围的 fx等于x绝对值 这个不能围嘛 你有角的 这个是一个连续函数 我们都知道它不能围的 甚至说 x的 这种的 x的 三分之一方根 那 它能围 围了一次 你带零进去 爆掉的 那 我当然可以 写上 不是三分之一 比如说三分之五 我围一次 还OK 三分之二次方 再围一次 负三分之一次方 你带零进去 没值的 那就是 去到就是 某一个次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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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维分呢 是 是不存在的 那 如果这个点 的维分不 不存在 那 某一个次数 比如说 二阶导数 在x等于零的时候呢 not real analytic at x0等于零 在这个零这个地方呢 它们就是 不可能有 不可能有 Taylor series OK 所以这个是 因为有这个 那好了 那无穷之可为 是不是就表示说 它 是 一定是re analytic呢 那以下 我这个例子呢 就说明了 这个是不对的 好 我可以找到一个 西无穷的函数 然后呢 它是西无穷的 在十数上面 那 但是呢 它却不是re analytic 好 OK 这个函数呢 我可以给一个 直观的图画给大家 它 它当然有一个图的 如果x不等于零的话呢 情况当然是很好 只要x不等于零 一的函数 当然是可为 x平方分之一的 当然也是可为 所以呢 无穷之可为 没有问题 那有问题就是零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 那 但是呢 我们可以证明啊 零的时候 n次导数 任何次导数 都存在 而且等于零 好 for all n 大概等于零 好 那这个事实上证明的 这个证明呢 最 基本上就是做这个 那 如果我们有这个的话呢 那 那你就 你就 你这个re analytic呢 就完了 为什么 因为 我的 我的 Maclaren series 是这样子写出来的 n是从零到五重 好 那 呃 而每一项呢 因为你这个等式 如果你这个对的话 这个 就是零啊 你的细数都是零 所以 你这边呢 你这个Maclaren series 出来什么东西呢 就是零 我这样子说吧 呃 我说 呃 gx 是等于这个 我的g0啊 它是收敛的 呃 我的gx就是很等于零 这样子说吧 啊 我这个Maclaren series呢 是一个 呃 是一个 事实上是 是可以定义的一个函数 而它是很等于零 很明显的 哦 那 而 这个 就不会是等于 它只要一点跟fx呢 是从何 就是零那一点 非零的时候 fx非零呢 哦 它是这样子定义的 哦 它当然是非零嘛 这个 哦 这个函数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大概是 是这个样子 它是在零点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贴近零 哦 可以可以看成是 它无穷远的时候呢 呃 是 事实上就是 收敛到一 哦 它是这样子一个图 那 因为 这个等于零 这个事实 所以 我们的Maclaurin series呢 出来的就是一个零 零函数 那 这个很明显 就跟我原来的这个f的函数呢 是 是不相等的 哦 所以 哦 好 real analytic imply infinently differentiable 但是 反过来呢 是不对的 是比它更强的 所以我们这些函数呢 是非常好的函数 是非常好的函数 我们熟悉的函数呢 都是非常好的 好 我们先brick 然后呢 我就来证明这个 这个东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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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